报废贾克虫放下后视镜 故意刮花一旁的赛车 路边的观众见状 瞬间张大嘴巴 贾克虫车主安娜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自己全程都没操控过贾克虫 此时 察觉到动静的赛车王利普 见自己的爱车被刮花 表情满师不屑 选择听从粉丝的建议 和贾克虫的车主比赛 只见下一秒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安娜 就被贾克虫锁在了车里 紧接着亲眼瞅着贾克虫 自动开向街头赛道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贾克虫见安娜依旧无动于衷 索性自己控制油门 完成这场比拼 就连方向盘也都自主操控 安娜见状不免受到惊吓 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了解了贾克虫的想法 随即和其并肩作战 靠倒车就追上了利普 气得利普用车进行反击 可却没能得逞 被贾克虫轻松躲避 眼看就要到终点 贾克虫趁机调转车头 进行最后的较量 但不料中途遇到阻碍 多亏安娜和贾克虫心有灵犀 借溜滑板的方式轻松化解 夺下冠军头衔 见自己的威风被迫贾克虫夺走 利普非常生气 帅下众人离开 至于沉浸在家中的安娜 已经带贾克虫回到好友凯文的修车场 两人都对这辆车感到好奇 原来这辆小贾克虫 是安娜父亲送安娜的毕业礼物 一开始安娜并没降中贾克虫 但贾克虫却被安娜深深吸引 绞尽脑汁让安娜买下了自己 而贾克虫也并不是普通小汽车 他不仅带以往的主人蝉联比赛冠军 还拥有专属名字哈比 感叹完哈比的神奇后 安娜开车回家 刚好碰见父亲跟哥哥争吵 上前询问得知 又一个车队赞助商撤资了 就在安娜父亲一筹莫展之际 父亲的合作伙伴突然起来拜访 给父女俩看了一段录像 安娜见状顿时慌乱不已 在旁的父亲一眼看出 那是他给安娜买的车 急忙冲到门外查看 听到这话 安娜赶忙向父亲解释 说开车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凯文的好友马克思 将车中途借走 想挑战赛车王利普 见安娜这么说 父亲虽半信半疑 却还是选择相信 此时被夺取风头的利普 正在公司拍广告 心里对上午的赛事很不爽 为了争回面子 他让手下筹备了一场 二百人比赛 借此将两面赢回来 而这二百人中的获胜者 最终会跟他比拼 赢了他就能得到一万美金 关于赛事的报纸 很快被分发至各处 还不知情的安娜 刚好来找凯文告别 打算出国留学 两人交谈之际 验着赛事的报纸 掉在哈比面前 哈比见状赶在安娜上车时 利用引擎盖 将报纸护上车窗 吓得安娜失声尖叫 随即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 这对安娜来说 无疑是值得高兴的 因为现在的他十分缺钱 对此 安娜索性先将父亲抛制脑后 以马克思为名参赛 但在赛前 两人需好好修理一下哈比 让他焕然一心 坐在一旁的安娜 想到之前 一直想在国外拥有一辆好车 于是一有空闲时间 就上懂车地看看 进入首页 点击首页车型大全 就能选择符合自己条件的汽车 对比不同车型的参数配置 帮您选到最优的选项 除此之外 懂车地还有购车优惠 结合在一起省力又省钱 时间转业来到比赛那天 安娜将自己乔装打扮 以防被熟人发现 一番比拼下 安娜驾驶着哈利接连晋级 很快就名列前茅 没过多久就位居榜首 轻松获得跟利普比赛的机会 可令安娜没想到的是 利普在观看比赛照片时 通过细节认出了自己 由于安娜今天的表现很出众 忍不住抱怨签名签到手软 随后跟凯文离开 至于哈比 已被另一边的同款车型 迷花了眼 等凯文回来时 哈比早已跑到小黄对面 凯文见状震惊不已 但还没等告诉安娜 利普突然跑来搞事 想和安娜单独谈谈 凯文只能暂时回避 为了降低安娜的警惕性 利普先是说了很多恭维的话 期间最有感染力的 就是夸赞安娜有女赛车王的天赋 开起车来 非常像她已过失的祖父 随即邀请安娜亲身体验下 比赛专用的赛车 不知是利普说的话起了作用 还是安娜真的喜欢那辆赛车 安娜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 殊不知 这伤透了哈比的心 安娜走后 利普开始对哈比动手动脚 可却没能得逞 吃别的利普只能作罢 与此同时 想了个新办法 那就是将比赛的奖金换成车 安娜赢了 利普就将自己的车送给安娜 时间转眼就到了白天 安娜将和利普展开决赛 一开始 哈比并没有很反常 带着安娜驰骋赛场 但马上要到终点时 安娜突然说自己很想要利普的车 令哈比非常气愤 随即开始不听使团 选择半路沙亭 根据比赛规定 利普带走了哈比 凯文之后对安娜失望至极 与此同时 安娜的父亲从观众席走来 脸色十分难看 对安娜的欺骗进行指责 一时间 安娜变得一无所有 好朋友历历见壮 一边开车 一边劝说安娜 让她别往心里去 冷静过后 安娜幡然醒悟 急忙跑去找利普 想买回哈比 却为时已晚 因为哈比已被带到斗车行 此刻已被数十辆车围在中央 安娜赶到时 引擎盖已被撞碎 安娜见状 失意厉厉拖延住管理人员 自己则趁机跑进斗车场 而本已经自暴自弃的哈比 见安娜不顾危险跑向自己 瞬间来了精神 赶在安娜遭遇碾压前冲了出去 将安娜救下 至于占据驾驶位的下头男 则被哈比一屁股弹飞了 脱离车场后 安娜开着哈比来找凯文 希望凯文接受自己的道歉 帮自己修复哈比 凯文虽很乐意 可无奈没钱买零部件 两人一时间无计可食 而就在这时 一个卡车突然出现在凯文的修理厂 车上下来的是安娜的哥哥 亦是家族赛车队的队长 和安娜父亲不同的是 哥哥非常支持安娜的赛车梦 还将全队的荣誉寄托在安娜身上 表明心意后 哥哥带着车队的修理工修复哈比 并换上性能更好的零部件 因为几天后 安娜将代表自己参加正式比赛 为家族和队员们赢得荣耀 时间一晃而过 安娜终于正式踏进赛车场 唯一遗憾的是 父亲因生气没有来看比赛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 各队赛车手加速向前 安娜驾驶着哈比被落在最后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安娜是来闹笑话时 哈比在安娜的操控下 瞅准时机不断返潮 很快就加入车头大军 但车头大军并不友好 故意将安娜夹在中间 阻止其前进 令安娜不知所措 好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是安娜的父亲 只见他满脸笑意 指挥安娜如何应对困局 使安娜脱离险情 一直开在前面的利谱见状 心中开始有顾虑 于是开始使坏 故意撞击哈比 眼看哈比已经挺不了多久 安娜将其停在维修区 不想哈比被撞报废 不料哈比有自己的想法 直接冲了出去 安娜见状瞬间信心大增 驾驶哈比奋起直追 见利谱使坏 索性另辟蹊径 最终成功赢得比赛 和哈比一起再闯车队传奇